我们到时候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等到这个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图了就会有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一个形状 什么意思呢 在前面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帮助我们自动的生成X轴的刻度 自动的生成Y轴的刻度 有发现吗 我们前面指令的这个X 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它是每隔五个出来一个值 但是我们前面的这样一个刻度呢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2 4 6 8一直到24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首先这个X轴或者这个Y轴呢 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它是Malpornib 帮助我们自动去生成的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呢看起来 有点猥琐 有点小 对不对 大家可能说 我放到这个刻键上面 是这样小的 那么其实它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比较小 这个图已经大小了 我们也是可以设置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这个图你到底画的是什么 别人也是非常不清楚的 对不对 比如说当前这个图形 会设的是1000钟 每隔两个小时 温度随 时间的变化 所以说这个变化呢 我们应该放到 这样一个名字呢 我们应该放到最上面 让别人看这个图形的时候呢 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对不对 那就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应该告诉别人 X轴表示什么 Y轴表示什么 对不对 我们也告诉别人 X轴表示时间 Y轴表示温度 对吧 很多一些细节呢 我们都需要来完善 但是呢 在完善之前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想 看一下PLT 2G该怎么用 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了 但是呢 目前来说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做很好 那有哪些问题 我们可以来完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 设计图片大小 这个非常好理解 图片太小了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是单纯的 把它给展示出来 我们还想把这个图片呢 保存到本地 我们应该调用一下 对应的方法 实现图片的保存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想给这个图片 添加一些描述信息 比如说 X轴表示什么 Y轴表示什么 还整个图片表示什么 标题 还有就是刚刚所说的 X轴或Y轴 它的刻度 是马拉伯的力步 帮助我们自动生成的 并不是我们手动指定的 对不对 那么很多时候 如果说我们需要去 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来 手动指定一下 X轴或Y轴的刻度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线条的样式 比如当时呢 我们是这样一个 我们也没有指定 马拉伯的力步 帮助我们自动 画的这样一个线条 粗细 颜色 都是它自动设置的 对不对 我们并没有在代码里面 去管它 它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这个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 做一些尝试的 然后呢 还可以标记出一些 特殊的点 比如说告诉别人 最低点和最高点 在哪个地方 我们也是可以 在图形上画出来的 那比如说 给图片添加一个水印 那比如说呢 我在这里画这个图 在防止大家盗用 我在下面加个传值播客 对不对 就添加个水印 别人就能动 非常清楚 这个图呢 别人拿过去 透露用的 可能不太合适 对不对 这个事情呢 我们通过 马拉伯的力步 都是可以来做的 那刚刚呢 我把这个环境给装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来跑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执行它 然后我们执行之间程序 也是一样的 配置失误 就这个样子 弹出来一个框 然后这个框呢 这么大小 对不对 所以刚刚那些问题呢 和这里是一样的 那些问题呢 在这里都是有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 我们觉得这个图片太猥琐 我们需要试试一下图片大小 对不对 那甚至图片大小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代用一下PLT 你可以做到Figure 这样一个方法 Figure这个方法呢 来看一下 Figure这个方法 它表示是图席图标的意思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指的就是 我们就画了个图 然后Figure在这里呢 指的就是当前后续 我们要绘制这个图 所以说它是个全局的 只要我们在用PLT之前 先调用一下Figure这个类 然后给它传入一些参数 对它做一些实力 那么后面所有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Figure 比如说在这里呢 我们经常传的是Figure Size 这样一个图片大小 这样一个参数 它是一个圆组 表示宽和高 宽20高8 然后呢 DPI这个地方呢 我们经常一个来传 DPI是什么呢 DOT PR inch的意思 每英寸上的点的个数 每英寸上点的个数 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它指定80 这个数呢 相对于来说 假设我们指定40 跟指定80的话 就一个是 每英寸上像素点是80个 每个图片上呢 像素点是40个 那毫不疑问 就是我们把图片放大 缩小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像素点越多的 这个图片呢 可能 仍然还是清晰的 但是另外一个小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有锯齿了 对不对 所以可以通过设置 这样一个DPI 我们能够让我们图片呢 在很大的时候 依然保持很轻的一种状态 所以经常呢 我们会设置这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图片大小 第二个是清晰程度 对吧 那设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那么画之前 设置一下图片大小 然后这里呢 就是PLT.fager 中央一直在这夹载 然后Figure Size 对于 比如说我自己希望的是28 那当然电脑 大家在自己电脑上画的时候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值呢 合不合适 如果不合适的话呢 就改个其他的就可以了 没有一个功能标准 20DPI 8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绘制一下 然后调整一下这个售方法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单纯的 测试一下图片大小 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我的CPU爆满 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是不是比刚刚之前 什么都没做 情况下要大一些呀 就这个样子 它变大了 然后呢变长了变宽了 当然如果大家 这个图呢还比较高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这个8呢 改成10 或者改成15 都是可以的 让它变得更高一些 对吧 就这个样子 那么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 现在我们还会做什么呢 我们还希望来做一下 这个图片的保存 对不对 那图片保存该怎么保存呢 图片保存 大家需要注意位置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刚刚在这里呢 是那个Figure 然后的PLT点 调整一下这个保存的方法 在这里保存合适吗 在这里保存合适吗 程序从上往下走 先知人家图片大小 然后保存一下 肯定是不合适的 价格都没有画上去 保存肯定就是空图 白图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保存应该在 绘制之后保存 你解吗 这个地方保存 保存呢也是一样 这种下方法 叫SaveFig这个方法 SaveFig这个方法呢 我们只需要给它传什么呀 保存哪个位置 可能 比如说当前路径下的这个T1.PNG 保存在这里面 然后呢 我们不要这个展示 当然要展示也无所谓的 反正它都会保存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直接完了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T1.PNG 然后就这个样子 和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通过它呢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一方面 可以通过实力化一个Figure 然后呢 这是图片大小 另外一个呢 可以使用一个SaveFig这个方法呢 实现图片的保存 这个方法应该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那么 这是关于简单的入门使用 我现在大家这个时候呢 看到这个代码这个样子了 念的不想念了 对不对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一些更多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有时候呢 我们希望 把这个图片呢 是一种 使用图的格式去保存 那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使用 .svg这种格式 比如说把 6size.svg保存起来之后呢 它就会是一种 实现图的这种格式 这种格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我们的网页里面去用的话呢 就在我们放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就不会是真的 对吧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显示器 这个dpi比较高 显示器的分辨率比较高的时候呢 看起来也不会模糊 打出这样的效果 那么这是刚刚的 这样一个小的细节 非常简单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我们得到这个图形呢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仍然还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这个x轴 不是我们之前定义的x轴 对不对 这个x轴 刚刚我们是不是说的 这是巴勒普罗尼布 它自动的去生成的 这样一个x轴啊 这个刻度 比如大家看到这里 它是每隔五的一个刻度 对不对 每隔五的一个刻度 但是我们之前 会的x轴的时候呢 是每隔二 从二开始每隔二 这样一个刻度 对不对 这样会的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所以说 大家可以发现 它并不是 所有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都能够称心如意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是 尝试的手动 给它指定一下x轴 到底该画什么 那这个方法呢 是什么提供的呢 就是PLT提供了一个叫做 xtx这种方法 就是原来写一下 会置x轴 的刻度 就PLT .xtx 你们要传什么呢 比如简单的 我们只用给它传个x就可以了 那么传个x之后呢 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不就不用保存了 直接收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把我们刚刚传入了x 里面的每个值 都汇到我们这样一个x轴上面来 x轴的 传入了x的每个值 range 可留在对象 把里面的每个值都汇到x轴上面来了 非常简单 那之后可能又有个问题 可能有同学觉得 哎呀这个刻度呢 好像还是太 太吸收了 对不对 你还想画得再密集一些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你希望这个刻度能够再密集一些 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刚刚看到 我正传说x对不对 x是什么呢 每个不乘2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想到 不许这个不乘了 那不就给密集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这是不是每个1 就可以画个点出来啊 是不是 但画一个点出来之后呢 是不是会把25一个挥着上去啊 那25不想要 那么写个25在这 它是不是从2一个挥到24就好了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肯定是从2开始 每隔1都会出来一个东西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2345678 又挥着出来了 然后有同学想 你这还太密集了 我要让我变得稀疏一些 对不对 太稀疏了 变得密集一些 那你就把这个不长 变小一点就好了 如果太密集了 想变得稀疏一些 那你给它取个不长就好了 对不对 那可能有同学觉得 这个你还是太密 太稀疏了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还想让它更密集一些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呀 加了不长0.5对吧 看一下这里 在range里面呢 用不了这个方法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想让这个再稀疏一点 该怎么办呀 我们自己给它传一个列表 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呀 我们从2到24 然后呢 每隔0.5取一下 是不是 做这个事情就好了呀 我们给它传一个列表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传个列表 怎么传呢 一把推荐式 一把推荐式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既要有当前 比如说 给它写个x吧 这是x的课度 x tick nables 我们取一个这样 取一个这样变量名 比如说我们将另外 是i for i in range 比如说2到25 这也不行呀 还是和之前一样呀 我们现在要把 不长变成什么呀 变成 变成这样0.5 对不对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有思路吗 除以2 i除以2 i除以2 还是只有多少个呀 全部缩小了 对不对 全部缩小了 这还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需要的结果是2 2.5 3 3.5 4 4.5 5 5.5 对不对 2到50除以2是多少呀 48除以2是24 50除以2是25 47除以2是多少 2到50 除以2是多少呀 最后一个值50 能取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应该写49 对吧 49取不到 能取到48 48除以2 刚好是24 对不对 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呀 我们把这个 RT跟Nables 放进去看一下 ID Els 为什么他又不给 我自动补权了呢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大家看一下 它确实汇设出来的 但是呢 有些问题 看着太密集了 有对不对 而且他把前面这个0 咋汇设出来的呢 对不对 我就写的不是润集2吗 也是2 2除以2就变成1了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写4 对吧 4除以2才是2 所以从2开始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不然的话 他就2除以2 轮机的 把他把前面就挥出出来了 对不对 重新跑一下成绩 看一下结果 就这个样子的 如果说我们觉得 它太 稀疏了 我们可以用来 变得更密 对吧 那现在就太密了 我们想让变得稀疏 怎么变得稀疏呀 取下不长 对不对 不长该咋取啊 这样是不是取不长呀 这个操作 列表的取不长操作 因为大家都会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相当于在 之前最终上 每隔三取一个 这样就可以让他 更稀疏一些 对不对 而大家觉得他还太稀疏了 也可以让他 更密集一些 反正这个思路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只需要在 XTX里面 给他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们给他传的是 比如说 传一个不合适的 润解 10到 润解50 它是24的 对不对 润解 25到50 25到50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这样给他传一个 XTX 最终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正常情况下 我们要换的是 从2到24 但是我们给他传的是 25到50 每隔一 对不对 那从 0到 25 那个多少位置 它有X轴的刻度吗 X轴的刻度有吗 肯定就是没有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XTX 给你们传什么 它才有什么 它没有 它就是这个地方 不显示 看见吗 我们只给他传的是 25到50的这一块 所以这里面显示刻度了 但这里没有 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到底要让他显示什么 我们就给他传什么 不想让他显示的 我们就不给他传 就可以了 这地方能理解吧 就这个样子 这是关于 调整X轴的刻度 然后这部分内容呢 也在我们这样一个 PPT上是有的 我们直接在XTX里面 传个X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如果觉得这个刻度 太密集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取不长这个操作 包括range 包括列表 都是可以取不长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节目 我们觉得Y轴它也太密集了呢 或者太细数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样的 这里我们叫的是XTX 那自然而然 可能有一个方法 叫YTX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我们去调整一下 Prt.YTX就可以了 然后你是一样的 给它传个Y就好了 但这个Y传什么 传它可能并不是特别合适 对不对 我们应该在Y轴传什么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应该在Y轴传什么值进去 大家有想吗 传一个最大值最小值 放到Range里面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MaxY和MinY 最大值最小值 放到Range里面去 这不是可以了呀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效果是什么样子 Range MaxY 现在是Min 在平时上课想问题吗 还是在看视频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呀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MaxY它是取不到的 对不对 是不是MaxY取不到 那我们应该说它加1 对不对 加1MaxY 刚好MaxY的位置 是不是就能取到了呀 就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可能到时候Y会比较靠近 刚好取到Y 你可以让加个10加个2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能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就有了呀 Y轴上是不是变得更密集了呀 如果你觉得它还是太稀疏了 你可以跟之前一样 再把它取小一些 然后它画出来肯定就更密集 所以说XX 会是X的刻度 YX 会是Y的刻度 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也 有一个新的问题 大家一起来做一下 这个事情 我们要在列表上 我们有个列表A 是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要表示10点到12点 每一分钟的气温 然后呢 如何绘制折验图 来观察 每一分钟气温的变化情况 数据在A里面 然后呢 我们它表示是从10点开始 一直到12点开始 每一分钟的气温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不是 负外计论记120 是不是刚好就是120个数啊 两个小时120分钟嘛 对不对 随机的从20到35里面 选一个值出来 选出来之后呢 使用马拉伯特尼 把它绘制出来 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事情